真真會讓你的咖啡皮會裹上去 然後你會把裡面的氣體會蒸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分幾次倒就好 我們現在就是以一般如果你今天在家裡 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只有一股熱水跟一個咖啡 就這樣就好 就這樣就好 這個就跟什麼 這就跟我們在一般家裡 如果你自己有磨的東西 你做Feed 60是一樣的 可是它會比Feed 60好 是因為Feed 60你自己要磨 比較麻煩 第二個 你自己磨的粉 不一定是專業的人所挑出來的方式 因為你磨粉的粗細度會影響咖啡套出來的風味 我們的粉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我們有事先嘗試過 如何使這個大家都發揮它最好的一個本質 就是咖啡 可以咖啡就很高的 沒有 沒有 我只是人家跟我講說 我以前是不可怕的 但是它不可以然後我就喝了幾個月而已 這個咖啡這種東西 一開始如果不是太明白的話 你可能很難去感受到它的感覺 可是其實咖啡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其實咖啡的 平咖啡口味的表格跟紅酒類似的 是非常極度精細的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的 我們的烘焙師 它是Q grader 什麼叫Q grader Q grader是一個 你全世界最高等級的咖啡品嘗室 你要去品嘗到咖啡最細微的味道 例如說大家比方他們考試這樣 我給你四杯咖啡 你到時候這四杯有什麼不一樣 之後再給你四杯 我可能騙你 我可能這兩杯是一樣 如果你這樣杯你腳不一樣 那你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問題來了 咖啡每一杯味道會不會不一樣 會 咖啡每一杯味道是會不一樣 可是呢 從這不一樣裡面 你必須要去知道就是說 它不一樣在哪裡 它是不是一樣豆子 那它一樣豆子 它用多少水分泡出來 這都是會變好的東西 我沒有那麼厲害 我完全不是那個東西 但是我們的烘焙師是 所以呢 為了我們所調配出來的咖啡豆 會覺得說 是最在黃金的比例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做成錄光師介紹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 一百五到一百八 很難去抓 那就是 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 就是這個樣子 差不多倒個兩三次 就是差不多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帶拿出來 綠化師的方便處就是說 你願意就這樣子 你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需要去 譬如說 你去打 打 你要洗機器 你要洗 你什麼都要洗 你什麼都要洗 所以那個其實是非常麻煩 它比較淡 澳洲的可能 澳洲 澳洲 澳洲喜歡喝的比較淡 澳洲人喜歡偏果香的東西 偏酸性的東西 華人喜歡偏苦 沒有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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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要嘗嘗的這個 沒有喝的人 沒有喝的人 還有誰要嘗嘗的這個 我們這個基本上第一批進來的全部賣光了 全部收到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從下一批進來 對 什麼時候進來 啊 估計目前是一個多月 差不多一個多月 對 對 那是賣給店家還是賣給一個多月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這個大家跟我們 因為我們是禮盒 我們有做禮盒有做大包 就是說有人可能就一次買個一百包 有人可能就買個一次一箱做個 好 謝謝 謝謝 那是那個蛋的 哦好 謝謝 你覺得這個味道有什麼 對 我家有蠻好 這是那個藍色的 所以我家有蠻好 這個是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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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果香比較好 對 比較酸一點 果香比較多 果香對 所以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知道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說 誰比較會喝它 因為我們如果說誰比較會喝咖啡的話 咖啡這種東西 就跟哪個地方 譬如說 我今天覺得這家的甘草牛會比較好吃 有的人覺得這家的比較好吃 沒有辦法去做平餅 所以我們那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說我們最直接的 做兩種不同極端的咖啡豆 咖啡豆 一個就是 很奇怪 就是會擺人 一個很奇怪 就偏懷人家 或許就是這樣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那你不進來的話 會在哪裡照顧 第一 我們進來 大家可以直接來我們的店 可以來 Polismo 在Fuperu 在Polimba 在那個Valley都有店 可是呢 我們姐妹們如果直接去店裡面 買 大家不認識你們 會賣你們原價 所以我們這邊有 團購價 我們這邊有姐妹 我們這邊有姐妹 我們的姐妹也就是 你們的姐妹 直接跟她訂就好 不然她會直接 給大家的 我們可以用格的就是說 不會 我們就直接給你一個 對 我們現在咖啡就很好 對 我們的咖啡 我們看到Polismo 是全澳洲 全澳洲 整個澳洲 得獎最多的咖啡店 我們的豆子 總統Poto 我們有200多個獎項 我上次我們也去參訪 我們上來參訪 就是我們咖啡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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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隨時要輸掉 你也可以控制天使 那怎麼算 不是雞合一合嗎 我們可以把 報價單 合法可以給 Tina會卡 對 扣出來 扣出來 那要定點 因為其實喔 我們現在 有另外一個感覺 就是說 大家對咖啡的一個知識 就是停留在 就是說我只是提醒 可是其實 咖啡是很健康的東西 而且 尤其是你通流 綠掛式 因為你病 您說 我想問一下 那個如果有 糖尿病的人可以喝嗎 對對對 有糖尿病的人 能不能喝咖啡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但是 我知道有糖尿病的 不適合喝奶咖啡 但是喝黑咖啡應該是可以 照理來講 因為咖啡沒糖 對 就是說 現在有兩個方式 咖啡你喝 很多人現在開始問我 從上喝黑咖啡 因為黑咖啡是最能夠去品嚐出 咖啡風味的方式 你如果喝咖啡 你喝 你喝 百分之九十都是奶 所以你喝的其實是奶的味道 並不是咖啡的味道 你只是喝那家奶好不好喝 如果那家奶好喝 那我告訴你 它可以配上的咖啡 絕對不會 不會太茶 但是你喝黑咖啡 就能夠去品嚐出 這個咖啡到底好喝夠 就讓你喝奶茶 跟你喝茶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是不一樣的 你喝奶茶 你絕對不需要真的茶 你茶粉泡一泡 跟牛奶粉泡一泡在一起 那個奶茶肯定好喝 可是呢 你的茶 你真正要喝茶的味道 你就必須用水去把它泡出來 那哪一個現在是比較濃重 比較濃 味道比較濃 味道比較濃 這個比較濃 還好 為什麼 因為華人所喜歡的咖啡味 是偏有這種 呃 叫什麼 炭燒的味道 所以我們這一個是炭燒味 我們做了一個真的是很 直接的實驗 百分之九十五的華人都喜歡金色的 百分之九十五的澳洲人都喜歡藍色的 就這樣 藍色是什麼味道 藍色是果香的 比較酸 比較酸 那剛剛這杯是什麼 剛剛那杯是黑的 黑的 那就是比較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比較 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當初 我們當然陸續會有更多的口味 會供食 但是這個 這是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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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藍的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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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華人會喜歡這個 因為我們從小 咖啡的認知 會造成我們對咖啡的喜歡 但這沒有錯 我們不能說有錯 我們每一個人所喜歡的口味 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外國人他們長時間的飲食吃了 都是各種都不一樣 所以 他們喜歡這個是很直接的 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就是為了華人 這個我們剛剛在做就是為了華人 就這麼直接 我們去外面喝 是非常昂貴的 尤其是咖啡豆的價格在往上走 海運的價格在往上走 所有的價格都在往上走 所以咖啡 你現在越貴 會激到越來越多的店家要漲價 所以你現在去外面喝一杯 可能差不多就四塊七五塊起票 這麼貴的咖啡你還必須等待 倒不是就直接在家泡一杯 我們這一個就是說 以Retail的價格 Retail我們就是賣一塊八 但是你喝到的這個味道 我們非常有自信 你去外面的Barista泡出來的 搞不好都沒有我們這個 所以我們四華價值 哪位面價值多少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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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華姐妹價值多少 我不是姐妹 我不知道 你姐妹 還有親親關係 我們姐妹 一杯多少錢 一盒幾包 一盒十包 一盒十包 請老闆娘 美麗的老闆娘 為我們解說一下 一盒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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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包 十包 我們現在有慢慢在 因為有些客人在問二十包 或者是二十包 但是如果不在乎外粉的話 實際上 只有三個的話 剛才四華姐妹 一定都最好的人口 好 你們說 一盒多少錢 一盒足的話 您說價格是1 翻九二 但是我們現在就 或是 又要盒子最低太8 然後施華姐妹在打 我們沒有太大了 我們施華姐妹會在打5% 大家覺得很少 可是我們沒有講 因為我們是 我們這個折扣 以這個東西來講是非常高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買到180 我們本來就會算更便宜 然後我們180再打5% 基本上其實這個利潤是基本非常少 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是在這邊製作 我們是特別回台灣去製作 等於是因為我們本來本身 我們身為華人的這個商櫃的一個代表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我們當初選擇就是 進台灣去做濾掛式 所以我們是出口 我們烘焙出口到台灣 包裝磨豆 然後打蛋器 運回來 所以我們本身的運費就是不高 但是我們給 對 還有再加上運費 所以我們給 我們給姐妹們就是 會再多製作 我們給姐妹們就是 有 有意思 有意思 太好了 有意思 但是 接下來這批可能要等一個月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製作中 我們上一批 我們上一批 我們上一批來的 已經全部都賣光 非常好 那你準備就一個 所以你不要這樣 那樣就覺得有比較好 好吃 還是覺得偏淡 還是偏淡 可是我太餓了 不是 不是 因為會長 你平常是怎麼喝咖啡 我上次靠就是靠了太多水 我不知道我的問題 那 我會改進嘛 比如說 分三次加水 可是還是太淡 你以前是喝什麼咖啡的? 你是打咖啡豆 機器所打出來的咖啡的味道跟沖泡式是不一樣的 沖泡式的味道一定會比機器淡 原因是因為機器是用高壓把咖啡裡面的油脂打出來 所以你所喝到的咖啡是非常極度的味道果 的味道是非常的重 但是綠掛式它的做法是不一樣 綠掛式它是為了要喝的是順滑 所以它要達到像Expressio Machine這樣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它本來就比較淡 但是呢我們也必須要講一句實在話 現在大家開始在走的咖啡風味其實是這樣的風味 就是說以前那種Expressio Machine所風的那個時代 已經漸漸的要開始轉化成這樣的時代 因為這樣比較健康 Expressio Machine所打出來的 因為你是高壓水分直接往裡面下 聽說啦因為少了一層濾脂的過濾 所以咖啡裡面本身還有一些些許的有害濾脂會帶出來 可是綠掛式是被證取出來 它可以過濾掉咖啡裡面的一些危害雜質 所以它喝出來是更純淨 因為一個健康的理念跟一個在一個蜂巢 我們現在也開始都是說知道澳洲也要往這方面去走 所以這也是我們趕快就是說打Christophan的家 這樣子 很棒很棒 謝謝 所以是那個不織布的關係 然後可以把這些 不織布 對我們這個不織布 而且不織布它是只外流不內流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譬如說大家 我們放茶包進去 那個水是在茶包裡面左串右串 你是來回泡 可是我們的這個方式他們的設計是 你水是只往外流 它不會往內回 所以它不會一直重複的進入 把咖啡粉吵焦 其實咖啡你過度萃取它是會吵焦的 所以你的水如果在裡面來回串流的話 你的咖啡的純度就會改變 因為它吵焦了 它其實喝起來就不好喝 不是每一個廠牌都是這樣的熱情嗎 十六禮拜都可以嗎 不是每一個廠牌 走高檔的一定是這樣設計 你可以去找有些便宜的 他們絕對是用很爛的東西 我們是特別 我們這時候在18年我們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曾經回臺灣去跟臺灣的廠商 一家一家的也是做過比較 我們說 我們找的就是在臺灣 真的是蠻厲害 而且它的材料為什麼會貴 它的材料用的是頂錢 是全部是日本進口 就是說它是在當下最頂錢的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最主要是 比如說幫助臺灣的這種進口 對 因為我每次都買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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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台灣在綠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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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蠻蠻� 我們的豆子都是用在AB等級以上的豆子 就是說豆子分很多的技術 AB就是在GRADE 60-90以上的豆子 就是說我們的豆子都是在平均水準以上 所以為什麼成本偏貴 你看那種便宜的豆子 有沒有人在台灣賣一包八塊的那種 謝謝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來,來 謝謝 好